大家好,我是小月妈妈 之前有朋友叫我弄个花生芽的视频 第一步的话,我们就准备花生 这个花生最好是买带壳的,自己用手拨 发芽的成功率高一些 第二步是用水浸泡 泡的时间的话不能超过两个小时 时间太长的话,花生芽会盛两半 然后再用湿毛巾盖起来脆芽 每天冲两到三次的水 芽长到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用陶粒种 花生芽朝下 再在上面铺一层陶粒 最后盖上湿毛巾保湿 再盖一个盆子遮光 还剩一点的话,我用这个框子种 发现框子比盆子好重一点 剩几颗没有出芽的花生不放进去 种下去的都是出过芽的 上面再盖一层薄绿 上面再盖一层薄绿 这个下面可以稍微留一点水 这个也是一样,加一层毛巾保湿 为了保湿效果更好 再加了一个保鲜膜 这一盆我是放到橱柜里去的 还有别忘了一天冲两到三次水 花生芽这次种的还是比较成功的 盆子种的没有那么好 这个菜篮子种的比较好 主要是这个我浇水浇的比较多 下面还放了水 盆子的话长的比较短 浇水浇的少了 这个盆子是放在外面的 有时候忘了浇,一天才浇一次 这个菜篮里的 我是放在厨房里的厨柜里 每天最起码的话都会浇两次水 这个就长得比较好 也比较快一些 现在都长出一点叶子来了 可以早一两天拔的 有很多人说花生芽有没有毒 这个花生芽是没有毒的 我们从小吃到大 超市也是有卖的 而且特别贵 最少也要十多块一斤 花生芽也叫长寿芽 营养价值也特别高 口感也好 蛋白质和醋脂肪含量 是各种蔬菜的吃手 种花生芽的方法也特别简单 你们心不心动 要不要种点试试看 你们要种的话就选这种篮子种比较好 不用的时候可以用来洗菜 黄豆芽和绿豆芽也是可以用这个篮子来种 方法都是一样的 白白胖胖的看着就很喜欢 花生芽比豆芽还好吃 比较清甜 之前一直没有掌握好方法 这次实验比较成功 以后会经常种 这次实验比较成功